大家好,欢迎来到Rotaryk老师玩游戏学英语的课堂 Welcome to Playing Game, Learning English 我是今天的主讲Rotaryk老师 如果你想提升自己的英语口语又厌倦于枯燥味的书本 或是平淡无奇的传统方式 Then you have come to a right place 那么同学们来对地方了 玩游戏学英语的课堂通过汲取游戏中原汁原味的素材进行学习 学习过程轻松有趣又能提升英语口语能力 何乐而不为呢 下面我们进入今天的学习 今天学习内容取自Rise of the Tomb Raider 也就是古墓令时崛起 古墓令是由英国EIDOS公司研发的一款特色动作冒险游戏 游戏背景是主人公劳拉18岁时 他的父亲去世 他继承了克劳富家族的遗产以及伯爵头选 好 我们看第一个句子 好 我们首先看到第一个单词 这个单词是英国用以称呼某些男性贵族成员表示尊敬的词语 这里是伯爵的意思 那么下面的这一段话都是由Lord Croft讲述的 也就是什么呀 克劳富特伯爵讲述的一段旁白 那么这个人呢 是劳拉的父亲 OK What makes someone reach beyond the boundaries of human experience 好 再来看看这个单词 boundaries 这个单词是泛为将界分界线的意思 这是一个名词 我们在练习口语的同时呢 也要学习不同单词的含义 好 boundaries这个单词是boundary的名词复述 也就是说怎么样 boundary去歪加ies变为复述形式 好 后面这个单词experience 这个单词 作为名词讲词是经验体验经历阅历的意思 那么同学们玩游戏的时候 可以看到有时候呢 experience作为经验值的意思出现 它作为动词的时候 是感受亲身参与亲身经历和发现的意思 那么这里呢 作为了名词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是什么样的东西让人们探索认知以外的世界 对吧 这里的beyond是超过 也就是说什么使人去探索 到达超过人类的认知界限以外的 一个什么 我们加一个认知以外的世界 experience to face the unknown 好 to face the unknown 从你们刚刚看到 to face the unknown 那么后面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去面对未知的领域 对吧 unknown是不知道的 未知的 那么整句话就说什么 是什么样的东西 让人们探索认知以外的世界 去面对未知的领域 as children we question the world around us we look 好 看到上面刚刚那句话 as children we question the world around us as children we question the world around us 好 我们退回来一点 好 这句话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as children 作为孩童的时候 也就是在我们孩提时代 对不对 we question the world around us 好 我们这里看到 question这单词 这个单词同学们可能知道 做名词讲是问题 疑问 怀疑 议题 比如说 I have a question about something 也就是说怎么样 我对某些事情有一些的 有一个疑问 对不对 有一个疑问 但这里同学们发现没有 we question the world around us 这个question是做一个动词讲 动词讲的时候 我们可以怎么理解呢 对什么东西 对某事物表示感到怀疑 感到怀疑 当然也可以说 是问某人问题 也可以说这个讲 这个位置是对什么事情 感到怀疑 我们再看这个句子 as children we question the world around us 那么怎么翻译呢 我们小时候 懂得质疑 周遭的一切 对不对 the world around us 就是什么 我们周边的一个 是吗 我们周遭的一切 我们的一个世界 我们对世界 就有一种 有一种质疑 有一种疑问 小孩子比较好奇 对吧 we question the world around us we learn we accept 好 看看这句话 we learn we accept and gradually we lose our capacity for wonder we learn we accept and gradually we lose our capacity for wonder 同学们在 这档口语课的时候 可以一边听这个句子 在老师 在反复的读了之后 同学们也可以跟着练习 口语这个东西 是要靠自己 不断的去发音 不断的去练习来提升的 好 我们看这个句子 we learn we accept and gradually we lose our capacity for wonder 好 这里有几个单词 我们提一下 capacity 这个单词 这个单词可能同学们 没有什么见过 它是什么 容量 性能 财能 生产能力 它一个单词 有很多很多种意思 我们根据语境来判断 这个单词 什么意思 它做名词讲 有什么样 容量 之后 容量 性能 财能 生产能力的 一个意思 它做形容词讲 可以做什么 充其量的 最大限度的 好 这里肯定明显 是一个名词 我们看 we lose our capacity for wonder 在理解capacity 这个名词 的意思之前 我们先看 wonder wonder这个词 在这里是什么 奇迹 惊奇 奇观 奇人 这里是惊奇的意思 惊奇的意思 他做形容词讲 可以说是什么 奇妙的 奇妙的 他做动词讲 也可以说 惊奇对什么 感到好奇 你比如说 I wonder how this happened 我很好奇 这个东西是怎么样 发生的 对不对 这里是做动词讲 那么我们看 什么叫 我们看整个句的意思 we learn we accept 是吧 我们学习 我们接受 这里是指什么呢 等学会 接受之后 便不会对世界 感到惊奇 也就是说怎么样呢 小孩子 首先是对世界 很惊奇的 前面我们提到 对质疑 周遭的一切 对吧 但是我们 渐渐地学会 或者说接受 某一个东西之后 我们就会什么样 其实就是失去 这个好奇心 这里有一个 lose lose lose就是什么 失去 our capacity capacity我们讲过 是容量性能 这里可以理解为能力 是吧 我们就失去 对世界 感到惊奇的这种能力 比如说我们怎么样 等学会 接受之后 便不会对世界 感到惊奇 OK Now let's move on 好 继续 好 刚刚那句话 很简单 我就不回放了 but some do not 是吧 but some do not 这里的some some我们可以理解 是一些 但这里的some 是什么 有些人 but some do not 就是什么 有些人不会 也就是说 它这个句子 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在学会 或者说接受 一个的事物之后 我们不会对世界 感到惊奇了 对吧 但是有些人 他不会这样 有些人不会这样 好 我们看后面的句子 好 我们往回放一点 OK 好 这里 the explorers the seekers of truth 是吧 the explorers the seekers of truth 好 我们接着看 这里呢 我们要结合语境 把三个句子 连起来理解 好 It is these pioneers who is these pioneers who define the future of mankind is these pioneers who define the future of mankind 好 这里先提到 pioneer OK pioneers 是pioneer 这个单词的 复述形式 也就是说去的s 就是它的单数形式 pioneer是什么 先驱者 拓荒者 开发者 创始者 就是先驱 它也可以说 动词讲是开拓 开发的意思 或者说做什么什么的 先锋 这里明显是一个名词 对吧 有名词 好 我们 把它 回放到前面的句子 回放到前面的句子 好 这里说到 我们失去了 我们渐渐不再对世界感到惊奇 but some do not but some do not 有些人不会 the explorers the seekers the explorers the seekers of truth 像那些 探险家 是吧 explorer是什么 探险 像我们什么 我们的 Windows的 IE浏览器 也是一个单词 是不是 internet explorer 探险 也就是什么 像那些 探险家 the seekers of truth 就是真理的追求者 后面这个话 其实是对前面的一个 更进一步的说明 the explorers 像那些探险家 the seekers of truth 他们是怎么样呢 他们是真理的追求者 truth是真理 对不对 事实真理 seeker six是寻找 探寻 是吧 加一个er 是吧 就是 是吧 追求 探寻者 也就是说什么 像那些探险家 就是真理的追求者 好 我们看后面一个句子 is these pioneers who define the future of mankind 刚刚讲了 pioneers是先居者 托方者 是不是 这里我们把它 好好地翻译一下 就是什么 先行者的一些行为 英语中有些 英语和语不同之处 是什么 在翻译的时候 我们需要加入一些 便于理解的一些词语 使整个的句子达到连贯 他其实这里就是强调了什么 先行者 who define who define the future of mankind define是什么 定义 也就是说先行者们 定义 定义是吧 mankind是人类 人类的一个未来 是不是 人类的一个未来 那我们自己加入一些 先行者的一些行为 定义了我们人类的未来 我们翻译的好一点 就是什么 先行者的一些行为 决定了我们人类的未来 对不对 决定了我们人类的未来 好 我们继续 这段旁白过风 故事正式的开始了 首先介绍一下 这里面的两个主要人物 这段共画中的 首先这个是Laura Croft 也就是说我们游戏的主角 劳拉克劳福特 这个是Jonah 约娜 与他同行的一位 伙伴 好 他们这里说了一句话 这句话很简单 The Others 是吧 The Others 前面加一个D 那么也就是说什么样呢 其他人 是吧 这里说的就是其他人 好 我们看后面一个句子 这句子很简单 They're done They are done 是吧 They are done 好 Done这个是什么 Dude 获取分词 那么加上前面有一个R 是B动词 是吧 Be done 表示一个被动 是吧 被动 这里翻译为不行了 是吧 他们其他人都不行了 好 我们看后面 为什么他们不行啊 No amount of money is going to get them through those No amount of money is going to get them through those mountains 好 回放到前面 好 No amount of money No amount of money is going to get them through those mountains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amount 是什么 数量 No amount of 也就是说怎么样啊 无论什么数量的钱 也就是说不管花多少钱 is going to get them through those mountains 他们都不愿意再什么 再通过这个山了 也就是说他们都不愿意再爬了 可以看到这个游戏的背景啊 这个时候是什么 大雪封山的时候 看他们身上都已经落了很厚的雪 也就是说怎么样呢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其他人都不行了 不管花多少钱 他们都不愿意再爬了 对吧 他们都不愿意再爬了 No amount of money is going to get them through those mountains He's going to get them through those mountains The lost city is up there 好 这个时候 Laura说了一句话 Somewhere 好 这句话什么呢 The lost city is up there somewhere The lost city is up there somewhere 好 这句子当中我们首先看到 这个lost 这个单词 lost lost是什么 lose lose 那个单词的 过去是和 过去分词 对吧 这是做动词讲的时候 我们前面有一句话 前面有一句话 我们看在哪个地方 在lose our capacity of wonders 大家想起来没有 看没有 we lose our capacity for wonders 对不对 这个地方是什么 我们失去了 这个就是动词 lose 失去的意思 那么lost 这个位置呢 他如果做动词讲 就是什么 丢失的 对吧 丢失的 丢失 丢失的过去 过去形态 或者说过去分词 那么他这个位置呢 The lost city is up there 好 定位到这个地方 好 这个位置不是做动词 做动词就是什么 丢失 因为它是什么 lose的过去式 或者过去分词 做形态词讲是什么呢 迷失的 是吧 迷失的 这里可以翻译成什么 失落的 是吧 失落的 有一个美句就是什么 lost 是吧 lost 好 这个位置是什么 The lost city is up there 那么lost city是什么 失落之城 是吧 lost city 失落之城 这是游戏中一个 一个城市 一个城市 失落之城 可能是古代的 一种什么城市 The lost city 好 我们说 如果做动词 它怎么用 比如说 I lose my key I lost my key 都是什么 我的钥匙丢失 只不过这个动作 一个发生在现在 I lose 或者说 I lost 一个发生在过去 I lose my key 就是什么 我现在 可能丢了钥匙 I lost my key 就是什么 我丢了钥匙 但这个动作 发生在过去 他做行动词讲的时候 比如说 I'm lost 我很迷失 我很迷惘 I don't know what thing to do next 我不知道 我下面要做什么事情 对吧 我下面做什么事情 好 The lost city is out there Somewhere 劳拉这句话 说什么意思呢 失落之城 就在那里 失落之城 就在那里 Somewhere是某个地方 是吧 我们未来中文的简编 我们就不用翻译了 也就是说 失落之城 就在那里 Somewhere That's going to be a hell of a car 好 That's going to be a hell of a clan That's going to be a hell of a clan 好 Hell这个单词 是 做名词可以说是 地狱的意思 那么这里呢 是用来加强语气的 外国人用来加强语气 也就是说 这下子我们有得爬了 是吧 这下子我们有得爬了 这是加强语气的 是吧 好 看到了 后面说什么 I'm not turning back I'm not turning back Turn 是什么 调转 是吧 比如说 Turn left 就是往左转 Turn right 是往右转 Turn back 是什么呢 是回头 是吧 I'm not turning back 我不会回头的 作为探险家 一直是很坚定的 I'm not turning back 我不会回头的 I know 好 I know 这个很简单 我知道 约纳很理解它 我知道 You should stay here with them 好 这句话是什么呢 You should stay here with them You should stay here with them 这个话很简单 就是什么 劳拉建议 约纳 在这个营地 留下 不要去冒这个险 你应该什么 跟他们 待在这里 应该跟那些 不愿意爬 不愿意往上爬的人 待在这里 这里有一个营地 是吧 You should stay here with them 你应该跟他们 待在这里 Not a chance 好 约纳说了这样一句话 Not a chance Not a chance Chance这个单词 是机会的意思 机会的意思 那这里肯定不是什么 没有机会 它这里想表达的是什么 门都没有 我一定要跟你 陪你一起爬上去 Not a chance 门都没有 好 我们继续看 好了 现在 我们失落市场 看了一眼 下定决心 还是 网上继续攀登 好 非常感谢 大家收看 今天的课程 那么后面 还会有 后续的节目录制 非常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观看 感谢大家观看